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需要掌握的一些实时信息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 在不知不觉中 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充实和丰富起来了 好的 那么今天的第一期节目呢 我们就先给大家送上一份大礼 相信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 一定会有不少的朋友获得意外的惊喜 如果大家现在在电脑边 或者现在你可以自如的使用手机 你可以在Google里面输入这几个单词 abandoned and unclaimed property 再加上自己所在这个州的州名 当然你如果不知道怎么写这个英文 不要着急 我翻译过来中文的意思呢 就是遗失或者是无人认领的财产 那当然还有些朋友 我估计你也不知道英文怎么写 没有关系 我在这个评论区里面 已经写下了这几个单词 方便你直接复制粘贴 当然了 如果你现在正在开车 千万不要着急 等到达目的地之后 再查找也来得及 那么接下来 我就先以我所在这个加州为例来说明 但其他所有州呢 都会有比较类似的流程 所以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那么当你在Google里面输入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abandoned and unclaimed property and CA 也就是加州的简写的时候 会出来一个结果 这个叫做 unclaimed property California State Controller's Office 那中文呢 就是我们直接翻译为 加州无人认领财产 管理办公室 那么这个组织呢 是政府的官方组织 所以请放心 这不是骗子 OK 那么我们进入他的网站之后 英文好的朋友 你可以直接选择Search for Unclimed Property 也就是进入寻找无人认领的财产 这个页面 那么在这个页面里面 你输入自己的姓名 以及所在的城市 就会查询到自己是否有一笔财产 目前被政府接管了 比如我这里随便输入了一个中文 最常见的姓名之一 王伟 那对应的城市呢 是我所在San Diego 结果呢 一共出现了30条条目 也就是姓名里 含有王伟这两个英的人里面 一共30笔钱 目前在政府那里 等待你去领取 其中有好几笔啊 都是100美元以上金额 甚至最高的一笔 是667.37美元 而且这里也注明了 这个钱呢 应该是来自于一个 很长时间没有动的saving账户 也就是说 这个人在某一个存款账户里面 存了钱 但是他早就忘掉了 那么为什么本来在存款账户里的钱 会跑到政府这个部门里呢 那这种呢 就叫做被遗弃 或者是无人认领的财产 那就是指你有些资金 或者一些财产 有些是忘掉了 有些呢 是根本自己也不知道 还有这笔钱 比如说有保险 他要付给你一些赔偿金 结果你没有收到 那么这笔钱 之前会一直在某一个机构里存放的 比如说银行 但是呢 因为你一直没有再碰这笔钱 比如说你一直没有登录你的银行账户 做任何操作 或者呢 你一直都没有去查看 你存放在银行里的保险箱 那么超过了一定的时间之后 那这个时间呢 在加州这里一般是三年 那么超过三年之后 我们就怀疑这笔钱是被遗弃了 但当然了 这个机构呢 会首先的尝试联系你 那一般就是发信给当前 他们会认为呢 你的居住住址 那么这个信件的内容呢 一般就会说 这个你还有一笔钱 在我们这里放着呢 请尽快和我们联系拿走 不然的话 就会在某月某日转移到政府的部门 那之后你就需要向政府索要了 但是呢 确实有不少朋友 他要么就看不懂英文的信件 要么呢 他看到此类信件 还没有仔细读 就以为是骗子的信息 所以他就不细看了 所以当这个机构 一直都没有收到你的反馈的时候 就会认为这笔财产被遗弃了 或者是无人认领 所以他们就会转移到政府的相关部门 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州管理员办公室 或者叫州财务总监办公室 那一些常见的类型就包括 无人认领的支票 退款 存款 证券和股票红利 保险 银行账户 退休账户 员工福利 现金回扣 也就是rebit 还有汇票 以及旅行支票 等等等等 那么整个加州啊 目前一共有超过8亿美元的无人认领的财产 那么这些财产 大约属于32.5万个个人和组织 也就是说 这些钱不仅仅是个人可以搜索到 你的协会 你的组织 或者你的公司也都可以查询到 我希望大家都去试试看 那么我这里受到反馈 搜索过的华人朋友里面 大概有三分之一都说 自己或多或少发现了一些钱 在这里可以拿回来 那么怎么拿回来呢 其实对于大部分朋友来说也不难 但如果你的钱不多的话 你只要在线填写一些表格 包括自己的姓名 目前的住址 联系方式 你的SSN 也就是社安号 就会有一个审报表 可以下载下来 你要签上自己的名字 如果你最终申报的这个金额 超过一千美元的话 那么你还需要对自己的这个签字 做一个公证 以表示这是你自己填写和签名的 但如果这个申报总金额 不超过一千美元的话 就不需要做公证了 那么除了申报表之外 还需要附上你自己的社安卡的复印件 你的驾照复印件 证明当前你住址的文件 比如你的这个银行账单的原件 以及能证明你查询到的对应地址有关的文件 那这些详细的要求呢 都在这个网站里面有 所以大家可以按照这个网站上的这个细节 仔细一点提供好所有需要文件就可以了 那刚才我说了 这个流程啊并不麻烦 但是呢 这里有一种情况会相对比较复杂 我要介绍给大家 比如说你之前搬过几次家 那么有一张支票会寄给你之前的地址 但是你没有收到 那么这张支票被退回来了 在记录里面就会显示有一个和你同样姓名的人 在这个地上出现这么一笔钱 所以你需要证明你和这个地址是有关的 哪怕这是十年之前的住址 你也要找到一个证明 比如说银行账单之类的 来证明你自己曾经住在这里 但是如果你实在找不到 你不用太担心 因为一般我们的这个历史居住信息呢 在州政府那里其实都会有记录 所以你提供了你的试案号之后 基本上是可以查到你的历史住址的 那只要你在那里走过路过 留下过痕迹 你就不用特别担心 但当然了 也有一些朋友 比如当时他们是临时 要让比如说银行 把支票寄给自己的朋友家里 帮自己代收 但这种情况下 你没有办法证明之前你曾经居住在这个地址 那么州政府就可能不会把这笔钱给你 因为呢 他们怕有人去冒利你的钱 那么我的一个朋友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有一笔钱啊 他就再也拿不回来了 所以大家等闲下来的时候啊 都可以试试看啊 我相信会有不少的朋友都会找到惊喜的 当然了 我也查到过一位朋友啊 他有十几笔钱的这样一个结果 但是每笔钱呢都只有0.1美元 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分红 所以这种情况就很哭笑不得 你说我到底是要去申请还是不申请 对吧 还有一种情况呢 比如说这个资产的所有人已经去世怎么办 那么这种情况下 他的法定继承人也可以提出对这个资产的继承 那么这个网站上对此也有相应的流程可以去参考 但另一种情况呢可能就会更复杂一些了 就是说这个人如果现在已经不在美国啊 比如说他已经返回了中国 那老是说这个事啊 怎么解决我目前还不清楚 如果有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 同时也最终拿回来自己的钱了 那欢迎你联系我 我们到那个时候再分享给大家 今天我们介绍这个系统整体情况啊 看起来是感觉非常贴心啊 因为我们每个人呢 肯定都或多或少的有一些东西会被遗忘 包括友情爱情金钱 对吧 所以有这么一个系统可以帮助我们找回丢失东西 甚至有的时候是一个意外惊喜 我觉得他真的不错 但是呢必须要说明的是 在加州的这个系统里面 产生的这个搜索结果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对隐私的泄露 因为只要这个人曾经遗忘了钱 在这个系统里面 我们都可以通过搜索他们名字来找到他地址的 当然了 有可能是从名的人阻止 但对于华人来说 只要你不是叫王伟王强这个名字 还是很容易定位的吧 所以对于这种情况 我建议大家啊 不管你是钱有多少在上面 比如说刚才我提到那个朋友啊 上面有十几笔的0.1美元的 这个这个款项可以追回 那么就请你尽快的花点时间和功夫 把这个钱拿回来 避免自己的信息公开在外面 当然了 与此同时啊 我们也会努力的去向政府部门提供这个反馈 督促他们去屏蔽掉搜索结果里面这个地址信息 我也希望大家一起啊 和这个相关的部门去联系 向他们施压 OK 以上呢 我介绍的是加州情况 那对于生活在其他州的朋友 你们也可以在对应的网站里面搜索到类似的信息 当然有些州呢 做的就比较好 他并没有在搜索结果里面 立刻显示出来对应的地址信息 而是在填写完这个表格之后 再发信给你 那么这个信件里就会有文件提供对应的住址信息 但当然了 有些州啊 他不管钱有多少 还会要求你将所有的文件去做公正 那这个呢 倒是比较麻烦 但不管怎么样啊 都希望大家都去试一试 整个美国啊 有几十亿美元 都属于无人认领的状态 里面很可能就有您的慷慨贡献了 OK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期的内容 我不知道您是否满意 那么我也欢迎在美国朋友通过在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告诉我 您对我们这个节目的反馈和意见 以及您希望听到什么样的内容 另外呢 您也可以在下方找到我的联系方式 我们呢 今后可以把一些兴趣相投的朋友汇集起来相互支持 好的 谢谢大家 这里是北美维科学 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